- 大家好,歡迎老師,我是Dana,我是Yuna,我是Yuna,今天呢,我們要來拍手搖杯的水果茶 那為什麼Yuna今天會坐在那邊呢? 我個人是不太愛喝水果茶,但是呢,因為我旁邊兩位真的非常愛喝水果茶 就像他們陪我拍月餅一樣,我就陪他們拍水果茶 對,他有點被排擠了 因為水果怎麼可能沒有人敢喝 對啊,就除了他吧 那我們今天就是網羅的網路上非常好評的八家水果茶 要來開箱試喝 分別是 路易莎,烏諾,茶湯會,Mr. Wish,大院子 先茶到,功夫茶跟先喝到 然後我今天就不參與評分 他今天其實可以出鏡 我覺得如果連我都覺得好喝的話,就真的很好喝 嗯?是嗎?嗯? 你是以什麼為標準 Mr. Wish光果茶60塊 來,服務生,幫我們服務一下,謝謝 這樣這個位置還蠻舒服的 這一次水果茶為了公平起見都是點 正常冰正常糖 然後呢,先喝到是因為我們的服務生 忘記了,所以他就點到半糖 我們還是會用一樣的標準去評判他們 沒錯沒錯 很清爽耶 以一個愛吃水果的人來講 我覺得這一杯就是好好喝喔 因為他柳橙啊,然後百香果的味道是很突出的 我覺得很清爽 那他這一杯裡面呢,其實就可以喝到很多水果的香氣 像是我還有喝到一點鳳梨 還有點荊棘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他蠻特別的是他用紅茶來當基底 因為很多我喝的水果茶都是以綠茶味當基底的 但我覺得喝起來也很清爽 對,不會酥綠茶 然後還有蘋果之類的 就喝到的都是水果的甜味 酸度又剛好,就是整個喝起來就是很酥 但我覺得如果點半糖應該也會蠻好喝的 我覺得如果你平常不喝太甜的話 我覺得半糖也蠻夠的 Mr.Wish的光果茶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喔,少一個聲音 功夫茶清飲水果茶王70塊 功夫茶算是我看PPT才知道的一間手搖杯店 完全沒有喝過 我也沒有喝過 對,就沒有喝過 嗯 嗯 嗯 這一間好像就是 葡萄柚對不對 對,的酸度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好像會比較不喜歡 嗯 可是我覺得 也是有一些百香果跟蘋果的香氣 但是 就是葡萄柚的味道是最濃郁的 對 然後這個小子豬是 激水像茶弄之後 好像第二間有喝到的 它配合在水果茶裡面 也意外的搭耶 這杯喝起來就是 綠茶為基底的那種水果茶 但我覺得 跟剛剛那杯比的話 稍微遜一點點 這一杯其實 你可以叫做葡萄柚綠茶 對 它很加分 就是它那個小子豬 嗯 就是吃起來特別的清爽 功夫茶得到的分數是 7分 先茶到招牌水果茶60塊 欸先茶到 我很喜歡喝他們的茶 對 我也喜歡 所以希望他們那個茶跟水果 可以融合得很好 我看是有點不妙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茶好透明喔 這杯感覺你會喜歡 因為它沒有什麼水果味啊 有鳳梨 對 鳳梨味道很明顯 可是我覺得它鳳梨的味道有點 假假的 太假了 對 很像鳳梨罐頭 那個CC的水的味道 對 然後喝起來就有點死甜 水果茶 你就是要喝濃郁 然後呢 清爽 欸濃郁跟清爽是不是有點矛盾 不會 就是 你要有 因為水果本來是清爽的代表啊 對 但是你要有那個濃郁的香氣 我知道你講濃郁應該就是 各種水果都要突出的感覺 我覺得它就是 加一大堆綠茶 然後再把幾片那個水果加進去 就硬 變成一杯水果茶 先茶到招牌水果茶得到的分數是 6分 我覺得清爽到大家還是喝它的 純茶系列就可以了 對 它的綠茶很好喝 哈哈 大院子冰芬水果茶75塊 大院子的這個水果茶上面 就直接在上面水果Party 你知道嗎 畢竟大院子就是以水果鑄成 所以他們也算是給的蠻大方的 對 確定嗎 喝得出來 它這一杯百香果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百香果跟葡萄柚 因為它的那種酸色的感覺比較多 那這杯是用綠茶吧 對 嗯 它喝起來蠻順厚的耶 這杯我還喝到點荊棘耶 你有喝到嗎 好像有 巴勒好像不知道要吃一下 直接吃起來 喔 巴勒好好吃喔 嗯 很甜耶就喝巴勒 欸可是你這樣拿一杯就是外帶出來喝 你要怎麼吃它的料 它有附一個叉子給你 喔 欸我覺得它的正常甜度也很剛好 對 蛋糖可能會太酸喔 柳橙的味道也還不錯 好喝 這杯對我來說是酸酸的 好謝謝謝謝 大院子的繽紛水果茶得到分數是 8點5分 歡迎來到吃飯的爛笑話時間 請問張雨昇走進森林 然後拿出了一顆木頭出來 請問那怎麼來的 我知道 不知道 聚來的 為什麼 因為雨昇聚來 好啦那我也要補一個 因為你這個也很爛 那你們知道約翰是誰生的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是花生 又花生John 花生John 花生John 好那請問 蛤蜊放太久會變什麼 不知道 白酒蛤蜊 很辣 茶餐會新鮮水果茶70塊 我要承載一下茶餐會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種小碎餅 有一種喝Cocktail的感覺 好水喔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水果味 對 但我覺得蠻甜的耶 因為它沒什麼酸味 所以你就會覺得它偏甜 這一杯比較像是 茶加上水果切片 然後放進去的感覺 所以你喝得到水果香氣 但它不是濃郁的那種 它是淡淡水果香 對然後我喝到最明顯的應該就是蘋果 它這一杯就感覺有點像蘋果汁 我覺得它沒有到蘋果汁那麼濃郁的蘋果味 但是蘋果冰茶的感覺 對 茶餐會的新鮮水果茶得到分數是 6.5分 烋弄旺奶水果茶65塊 而且它裡面還有加桂花丼 桂花丼是我們之前開烋弄的大愛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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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冰茶 恩 來弟弟 就即使桂花丼再怎麼好吃 加在這裡好像都 都不行 桂花丼就是好好跟它的紅茶搭配 恩 或是綠茶 恩 水果茶好像真的比較適合小紫蘇那一類 對 而且它這一杯說真的沒有辦法稱作水果茶 因為它真的只有 鳳梨 鳳梨的味道 恩 還是其實是我們搞錯 它真的就是只有鳳梨 恩 它是旺萊水果主打鳳梨的 對因為我看它下面好像也沒有其他料 就是鳳梨了 對 喔 okok 烏弄的萬來水果茶得到的分數是 6.58 路易莎經典水果茶中杯50塊 這個我們之前在路易莎特輯有喝過 我覺得就是蠻好喝的 欸 有比較有傷害 原本我們喝路易莎特輯的時候 覺得水果茶好喝 但因為我們今天喝了蠻多家不同的水果茶 我覺得它就有一點香氣 很濕濕色 它也是屬於茶味比較偏重 因為它是用紅茶為基底 嗯 所以它的茶味會跟它的水果 有一點小打架 嗯對 喝到比較明顯就是百香果 其他好像喝不太出來 還有一點點蘋果 我自己有覺得有點蘋果的味道 我覺得它這邊水果茶就是偏水啦 但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沒有覺得啊 因為路易莎的蝦杯也蠻偏水的 放在一起瓶真的很殘忍 對 路易莎的經典水果茶得到分數是 6.5分 路易莎我們還是 愛你喔 先喝到英式水果茶60塊 好喝欸 這一杯喝到就是濃濃的水果的香氣 明顯有喝到就是百香果 我覺得有蘋果跟那個巴勒 我自己覺得很明顯的是 它還有水蜜桃的香氣 就是那個蜜桃味是前面幾杯都沒有喝到的 但我覺得這一杯它的味道是比較偏重的 沒有前幾杯那麼清爽 喔對 可能也是因為它是用紅茶 然後是比較偏重的紅茶去做調配 因為它是古典玫瑰圓底下的嘛 喝起來確實就是有那種 我覺得半糖的甜度也蠻剛好 但這個先喝到的英式水果茶得到分數是 那我們喝完了以上八杯的水果茶之後 到了我們推薦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自己真的是做對了 因為我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不好喝的水果茶 一輪喝下來之後 最有印象深刻的就是這三杯 可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這杯大院子 因為我覺得它濃濃的水果香 加上它上面這樣擺著各式各樣不同的水果 其實都很好吃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Mr.Wish的光果茶 因為我覺得它是水果每一個香氣都非常的濃郁 然後不會有一個水果是特別突出的 所以你可以喝到不同水果融合起來的香氣 然後最後就是先喝到 它的露出跟其他這兩杯也不一樣 也是好喝的水果茶 那今天呢就是幫大家做出的水果茶大亂鬥 如果大家還有想看其他手搖杯系列 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記得訂閱吃飽 任務並起幸福的吃飽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還是你要來選一下 我們不會剪進去 我覺得我會喝完的是Mr.Wish的這杯 光果茶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我覺得最順口的 我也覺得 因為這杯有點重 對這邊太重 我可能喝兩口就有點不行了 然後這杯是因為它太多水果 它水果覺得怕 對 有點害怕 這邊這樣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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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